主席 第一個 我看到目前的情形跟民意其實是雷同的 他們認為現在的狀況是一個失控的預算 惡化的財政還有獨裁的政府 我跟您報告為什麼 待會再請教您 我們看到今天的這個財政紀律不張 惡化的這個警訊逐限的浮現 因為蘇內閣平安獎在財經方面來講 因為並不內行 所以我們看到這些的流幣出來 我用幾個例子來舉例 第一個國安基金的部分 我們看到的是買空賣空 我當然會逐一把這個內容跟院長報告 院長你可以看一下 第二個我們看到的是話術治國 我們看到很多的東西都是信口開河 第三個我們看到債台高足 我們看到已債養債 第四個我們看到特別預算尤其嚴重 另立巧門 所以我們今天是預算的資訊 第一個院長為什麼他是一個不透明的施政 我要跟您報告 國安基金原來在七月十一號的時候 決定不要進場 馬上七月十二號呢 峰迴路轉 臨時就決定要進場 結果進場之後我們看到 外資的累積的賣超是多少 兩千八百多億 所以民間覺得說奇怪這是什麼狀況 本來他要賣股票的 但是聽到你國安基金要進場 所以呢他沒有把股票賣掉 所以他反而變成一個什麼 他是一個受災戶 所以人家覺得說國安基金是變成 吞噬散戶的一個股市的突嬰嗎 這是民間的一個問號 待會也請這個院長回答 第二個呢就覺得說 那你在一天之內峰迴路轉 峰迴路轉到底理由是什麼 到今天還是機密的還是不知道的 所以呢 是不是賣掉兩千多億的外資呢 是我們的國安基金呢 透過散佈這個訊息 讓散戶以為國安基金會禁盤 結果國內變成一個外資的一體管機 這個我要是跟院長報告 另外我要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話術治國 一直這樣講的原因呢 院長您記不記得您曾經講過說 勞動基金大賺 講說勞動基金大賺 賺了兩百一十億 所以替每一位勞工呢 賺了一萬 每一位勞工賺了一萬 但事實上是什麼 我們去查的資料呢 發現勞動基金大虧了三千兩百多億 所以呢 它是每一位勞工呢 賠了一點七萬 並沒有賺 反而是賠 然後呢 院長我再跟您報告 但是你記得我以前曾經講過 在以前每一次總諮詢呢 我都提到 我記得很早去年 我就特別跟主記長講說 主記長要注意全球通膨的一個狀態 要注意物價高漲 主記長打死不認 他說呢沒有通膨的問題 但是我們今年我們看到 全球通膨是很嚴重 在去年我就提醒你的大長櫃主記長 但他自知不理 可是我們看到實際上面的情形呢 前兩天自由時報它報導說 三十歲以下的青年 這個年均所得呢大概有五十二萬 這個東西讓民間覺得說奇怪 到底現在的行政官員 跟民間是活在平行的宇宙當中 完全沒有交集嗎 為什麼實際上面 民間的痛苦指數 今年的這個實質薪之所得 其實是下滑的 可是為什麼行政單位出來的這個數據呢 竟然是這樣的這麼樂觀 我再跟院長再報告另外一點呢 就是說提到史上還債最高啦 就是說你的行政單位講說 這個是從來沒有 在沒有任何政府還債的情況呢 是比現在蘇葵 您的這個行政團隊還債最高 可是我們去檢視的時候 不是這麼回事喔 你是還了債之後呢 然後你再去舉債 你再透過編列特別預算的方式 你又去舉債 所以民間就會覺得奇怪說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我最後再跟院長報告 在問您問題之前 我再跟您報告一個就是說 明年的預算啦 編列的部分呢 防疫的預算 現在全球的疫情 其實是比較舒緩 所以會開國門嘛 對不對 那因為你開國門的話 理論上來講 你的疫情是比較小 你的預算應該要比以前低了 對不對 但是防疫的預算 它增加了 增加了 它變成800億 所以上次院長你也有回答說 為什麼它會增加800億的原因 是因為原本 在總預算裡面呢 沒有 因為有特殊傳染病的這個條例 所以你的預算編在那裡 在明年沒有了 所以你的預算要編在總預算裡面 但是院長我再提醒你一下子 也就是說你也曾經承認 事實上在今天早上 曾委員在問你的時候 你就承認說 特別預算不可以常態化 你講過這個話 對不對 院長 這個話對不對呢 這個話是對的 特別預算可不可以常態化 絕對不可以 常態化的是什麼 你的每一年的總預算 但是特別預算 它按照預算法83條 它有它的規定 院長我相信你學法律的 你也知道特別預算 只有在符合 預算法83條的情況之下 它才有這個特別預算 那個院長 我再跟您提醒一次 你看看你的財經的內閣 你來看一下它的成效 勞動基金是我們歷史上面來講 最高的一個虧損率 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時候 它的投報率是只有-6% 就是它的投報率是虧 虧損6% 2011年歐債危機的時候 是虧損3.9% 這都是按照實際上面的數字出來 可是今年勞動基金呢 虧損是超越雷曼兄弟 2008年的金融海嘯 你的虧損是6.28% 所以它是最嚴重 史上最嚴重的 可是院長 我們聽到您的這個因應的方法 是說什麼 你說不要擔心 政府會負最後的支付責任 這個有沒有給老百姓一個定心丸 有 但是 但是 學者專家擔心的是什麼 學者專家擔心的是 你的解決方案 並不能夠全部用補貼的方式來做 你如果全部用補貼的方式來做的話 那麼 你會造成一個情形是說 你的行政效率不張的後果 是誰來付的 是全民來付的 也就是說 你不該編特別預算的時候 你編特別預算 然後你對於這個不該投入的勞動基金在股市上面 你的投報率這麼差 你不去檢討 但是你最終的成果 確實要老百姓來付 這個對老百姓來講不公平 對不對 院長你同意嗎 委員我可不可以講幾句 第一 你講國安基金 其實國安基金的運作是依照法律規定 而且國安基金的委員是政黨 造政黨 所以貴黨也有人做國安基金委員 大家一體運作的 這是第一點 院長我打個岔 我打個岔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就事論事的時候 跟政黨無關 對跟政黨無關 但那個院長 我只是提醒您 我只是提醒您 我剛才的資料 因為我怕你不知道 所以花了一點時間跟你報告 國安基金當初決定不進場的時候 是7月11號 7月12號決定一天資格 一天資格 進場前講說股市很穩定 隔一天馬上有一個巨變進去 我不知道院長對這個訊息 那我的院長我們一個一個來 就是說特別預算常態化 今天早上你是反對的嗎 對不對 你是反對的 委員你讓我講一下 這個比如說我講應該是完整 我完整講特別預算不能常態化 對啊我講這句話 但你只call這句話 我講特別預算要編列 一要有法源依據 法律都經規案通過的 第二 符合預算法的規定 有特別需要或特別正式 特別需要比如疫情發生 特別正式比如前瞻 所以現在到處前瞻大家歡迎嗎 我再問你一個簡單的問題 特別預算跟總預算的部分 可不可以互相的就是說 我在總預算的時候不編的時候就換到特別預算 在特別預算不編的時候就回歸到總預算 院長你只要告訴我可以還是不可以 兩個是不是一個你可以 你就舉剛才那個例子來說 比如過去這個發生疫情 所以我們用疫情特別預算嗎 結果比如今年我們是943億 那這個用特別預算嗎 明年反而少了近100億 845億 沒有特別預算啊 我們沒有特別條例啦 我們編在總預算裡面嘛 常態化嘛 所以我們是這麼嚴謹的 總預算 我再舉個例子 增加了多少多少 沒有 還少了100億耶 不是 第三 我再舉個例子 等一下 那個院長 沒有啦 所以我們便到普通預算 院長 那個時間暫停一下 所以重別預算並沒有 好來 那個 我再問我 委員 等一下 剛才你把勞退 委員 你把勞退 跟勞保搞混了 等一下我們先把程序的事情先解決 因為我不想就是我們前面討論的好好的 我們討論的好好的 不要那個 再來我說明一下 剛才你把勞退跟勞保搞混了 那我請勞動部長跟你說明一下 等一下 因為院長那個是我先跟你報告目前的一個情況 好我把你目前報告 那您剛才同意呢 就是說特別預算呢 他不應該要這個常態化 對不對 沒有常態化 所以你看明年王毅預算 邊在總預算裡面 謝謝院長 所以因為你在這裡 你的內閣團隊都在這裡 所以讓他們聽聽看你的意見 不要他們的成效變成你來承擔 我跟您報告就是說特別預算 他是都用舉債的方式在做 可是你看看我們就講明年的112年度的 這個特別預算 加上你的一般的總預算的情況之下 加薩良是3864億對不對 然後呢你現在按照你的舉債的部分呢 他已經高達13.2% 那院長你是法律人嘛 所以公共債務法第五條規定裡面呢 你的每年舉債的額度呢 你不可以超過15% 你現在已經到了13.2%了 所以這個已經貼得非常非常近了 那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個 我為什麼要用另外一個例子舉給你呢 你來看一下 你來看一下就是說 對於這個你未來執政的部分 你現在剩下1.8%的部分 然後還有你的稅入跟稅出呢 你的是入不敷出喔 你是入不敷出 所以你像比如說112年的話 你是缺1626億嘛 那你缺1626億的情況之下 是你期待對民眾操增稅收 然後來補掉這個缺額嗎 還是不是 我看到財政部搖頭 待會你會有機會說 我希望不是 所以我要請教院長的是 您的這個因應措施啦 但是我在講你因應措施之前 請容我解釋一下 你剛才硬說啊 你剛硬說說 沒有 總預算跟特別預算 兩個沒有互通 我剛才聽到你是這樣講 所以我誇獎你說 好 如果兩個是沒有互通 各該怎麼編 就該怎麼編的話 我們看一下 你在這一次的前瞻計畫裡面的 經常性的支出啊 你佔了20% 什麼是經常性的支出 我們看一下 你剛才 因為我記得院長你剛回答 你講得很好喔 你說這個特別預算呢 應該要有它的法律規定 我唸給你它的法律規定 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的部分呢 它第一條就規定 你什麼時候可以編 你是要振興經濟 帶動整體經濟動能 然後你是要因應 國內外新產業 新技術 新生活趨勢 然後推動促進轉席的國家 你才可以用這個前瞻特別明明 你的經常性的支出 兩成 20%是你的經常性支出 它符合了哪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講 第一條的 哪一個規定 你的經常性支出 不難到是你應該歸在 你的總預算裡面嗎 這個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們剛剛不是給院長看了 你的稅入跟稅出差了一千多億嗎 我剛才不是問說 你是又要去超收民眾的稅收 然後來補你這個一千多億嗎 還是你要怎麼樣做 那我們請問你 院長你是法律人 預算法23條講說 政府經常的支出啊 你要保持平衡嗎 你要保持平衡嗎 你可不可以用那些的預算 然後透過特別預算的方式 然後來把你這個缺額補助 然後更何況 院長我再跟你講 你可以會後給我啦 但院長我要特別報告 上次我問你說 NFT的這個主管機關是誰 你答應我5月1號給我 到今天為止我還沒收到啦 但我會希望今天問你的問題呢 你是真的能夠回答我 但是呢千萬不要又不給 等到下一次總質詢我還拿不到 那我要問你的就是說 你的這些編的計畫的時程呢 事實上是超過你的年度 你已經編112年了對不對 可是你有很多的計畫呢 其實到什麼114年啊 119年啊 院長國際間啊講說 現在未來很有可能經濟會蕭條 瞬十秒給我講一下好不好 那NFT喔 我們整個都盤了 也關國外的情形 目前國外也沒有用特別的 這法律機制來用管 所以我們一如 以平常的機制 整管會來管相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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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